猪肉丸,牛肉丸,鱼蛋,鱼豆腐,火腿肠这些都可以放进去 先煮肉丸 煮的时候一直都是用大火,大火来烫菜的 比较难煮熟的蔬菜类,比如说土豆,红薯等等这些就可以适当的先放进去 这个红薯呢,或者是土豆,我们一般是切成片,稍微厚一点的片,不要太薄了 完整视频叫做联系,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莲藕类,也先放进去煮 稍微翻动一下,以免糊底 放入面条煮,现在呢也可以放入军箍类,海带类 这里我们就不释放煮了 翻点蘑菇,翻里面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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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这个热碗类的已经煮的盆大浮起来之后,我们就可以烫青菜了 翻白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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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关火 我们把这些捞出来,捞到碗里 这个是之前准备好的碗底料 好 完整视频叫做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把这个烫好的菜捞到碗底 把这个烫好的菜捞到碗底 我们之前做了两个碗底 做生意的时候就是看客人要什么,他点什么你就给他烫什么 把这个煮好的面条夹进来 加入青菜 加入青菜 active青菜 加入青菜 烫得烫好之后 我们就加入高汤 加入青菜 nte pepper 上糖 courses 20分钟 酱油 泡沸 酱油 冬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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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放一碗 放入水 放入水 再放入水 放入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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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呢这个金汤麻辣烫就已经做好了 这个是烫好的 可以根据客人口味 个人喜欢吃辣的就加入这个辣椒油 加一勺辣椒油 喜欢吃麻辣口味的 就加一点这个麻辣油 然后我们调好的芝麻酱作为配料 这些蒜水鸡精香醋是碗底料 金汤麻辣烫的教程就为大家教授到这里 大家在做的过程中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就直接联系微信或者QQ 1365258900 或者直接打电话 1530226298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